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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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年轻的故事 是梦想在飞翔 把希望摆在未来 展现自我 所有青春活力 造就全世界 年轻的执着 就是梦想 年轻的故事 有无限的希望 当梦想长得越大 就越成熟 所有快乐悲伤 勇敢的接受 年轻的地方 就是天堂 路是无限的宽广 不管挫折多少 努力去追逐梦想 十方自由飞翔的渴望 就能飞越无数的海洋 梦能把未来点亮 照亮无穷天地 年轻就是力量 用阳光自己选择的方向 就拥有自由梦想的天堂 最近我们的宿舍呢 因为有缺乏功德性的同学 而遭到破坏 甚至于 还出现了蟑螂老鼠跟蚂蚁 老师相信 这些行为绝对不是出自于故意 可是是有些同学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或者只是一个随手的举动 而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老师希望 有这些行为的同学呢 能够自我反省 不要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各位同学 下礼拜的主题教学呢 我们将会安排一场无我茶会 那因为这学期呢 新加入了为人 还有名号两位新同学 所以老师呢 再跟大家讲解一次 无我茶会的内涵 基本上茶会的形式呢 是四个人为一组 那我们会抽签 来决定座位的席次 每个人呢 都要泡四杯茶 把其中的三杯呢 奉请给左边的同学 一杯呢 则留给自己 因为我们都把茶奉请给左边的同学 喝到的茶却是来自右边 这个呢就是要训练我们 放弹报偿之心 凡事无所为 无好恶之心 接下来呢 同学就可以带自己喜爱的茶叶种类 还有正确的茶菌呢 来学校泡茶 老师 为人 那没有带茶菌的人呢 有些助校生 可能因为家里不是茶农 所以没有茶菌可以泡茶 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抽签的时候呢 尽量让助校生 跟家里是茶农的同学呢 分在同一组 除了可以借他们器具之外 也可以顺便指导他们泡茶的技巧 还有礼节 老师 别听 那外面把茶泡坏了呢 会不会被围剿啊 你既然怕把茶泡坏 你就要多用心多努力练习啊 到时候把茶泡坏 你不但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同学 也对不起茶哦 还有茶不会抗议 只有人才麻烦 哎 把你父母苦心栽培茶泡坏了 是不是也是辜负了他们的心血啊 把茶泡好呢 是茶道的基本精神 但是 如果你喝到了泡坏的茶 也要用包容的心去接纳哦 好 那现在同学们可以开始分组了 宣萍 我现在是用这个分组 然后就是一次四个 好 茶初龙 黄怡婷 徐锦秀 我这是分组名单 嗯 谢谢 好 分组名单呢 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 就请同学努力的练习了 好 继续自习吧 正儿 蔡明浩 钟恩胜 你们跟我一组 今天晚上到我家练习吧 我现在要泡的是品尼的特产文山包总茶 明浩为人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茶叶的外形 文山包总茶有什么特别的啊 好问题 包总茶在茶的认识上 广义的来说 清茶 香片 冻顶茶 铁观音 五仪茶 都叫包总茶 茶叶上来说 包总茶 则属于半发酵茶 也熟穿清茶 茶的外形 紧洁 色泽 墨绿 香气 清雅 茶色蜜绿明亮 茶汤 甘醇滑润 而包总茶 以台北县文山区 说餐者为醉 故为维山包总茶 包总茶不只可以用热水冲泡 冷泡口感也很好 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请用茶 喝茶咸可以先闻香 看一下茶的颜色 然后品茶 好喝 喂人 喝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哦 我下次会注意的啦 好啦 我示范完毕了 现在谁要来试试看呢 好啊 换我换我 我要我要 本人 茶不要要倒汗满 傻出来了 会造成喝茶而你的不便 哦 我下次会注意的 喂喂喂 你太浪费了 马安熙 你第一次学习 难免有不懂的地方 让我们现在来喝喝看 为人泡的茶吧 怎么样啊 哦 你泡跟叶琳泡差太多了吧 不然你来泡好 看能泡得多好 锦绣 发生什么事了 锦绣 锦绣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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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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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 老鼠啊 他还原来是老鼠啊 明昊 你先带锦绣去床堂上休息一下 记得倒便会开水给他喝 好 怎么会有老鼠呢 都已经半点没有发生过了 老师 老师 会不会是宠物署啊 你一样的 怎么可能啊 你很无聊耶 是谁把厨余还有茶渣倒在这里的啊 好 宿舍阿姨呢 跟老师反映 说宿舍最近的整节呢 出了问题 知识生的工作啊 做得也很不彻底 宿舍甚至 还出现了老鼠 蟑螂 跟蚂蚁耶 老师 宿舍又不是吴俊士 有点蟑螂蚂蚁也很正常啊 我们应该学习大自然共生 蟑螂蚂蚁啊 要是知道你有这种心意 一定强着去找你 老师 那天宿舍阿姨已经告诉大家说要注意整节 嗯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 垃圾和资源回收物还是混杂在一起 还有很多空瓶子啊 都没有清洗就掉到回收桶 还有我们的浴室 出水口也常常堵塞 那我们这些做知识生啊 都以肚子气 嗯 跟宿舍阿姨报告过没 有啊 还贴不告然呢 可是还是常发生 也不知道谁做得没有公信 嗯 老师 最近才有这种状况 那 会不会是维仁和明昊那几个新来的准学生呢 有可能哦 那几个准学生看来习惯就很不好 怎么说呢 嗯 没有具体还有确实的依据不要随便的预设立场 你们去跟其他同学说 从现在开始呢 要保持环境整洁 还有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老师呢 还有宿舍阿姨 会不定期的去抽查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老师很奇怪 为什么要帮那些新转来的学生讲话呢 谁叫你刚刚拿来救抖 没有办法解误事实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的 我站在正义这边 好啦 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吵了啦 现在是要想办法解决事情啊 哦 对了 老师不是要叫我们解说事实吗 那么我们就早上去给老师啊 怎么找啊 乖啊 我跟你们讲 就 晚上今天晚上丢 一起 接近 他们 好 哇 怎么这么乱这么脏啊 你们在那边干嘛 游天 游天不进去了 神经病 高气 可恶 这边到底是谁没有关我们啊 还有被蚊子叮得满身 就知道他是谁 绝对被放过他 那个人就在这里啊 那个人就在这里啊 你干嘛在看我啊 你兴趣啊 我又不是在说你 你自己对他入座 那你没有怀疑我吗 怀疑你又怎样 我不只怀疑你没有把门关好 我还怀疑你是破坏宿舍环境 没有公德心的那个人 可恶 拔打架 好 好 五分钟了 你们俩想通了没有 沉淀够了 我们再来讨论 嗯 好 那我就再给你们五分钟 老师 这个五十分钟也没有用 我好好的却被怀疑 这种气谁受得了 你敢发誓不是你吗 发誓就发誓 我发誓完 你敢不敢公开大声跟我道歉呢 我 不要不敢了吗 敢怨恨别人 却没有敢跟我道歉 谁说我没胆 只怕有人说谎 你 好了你们两个 为人 你先冷静一点 老师我已经很忍耐了 我一直听到别人话中带势 谁受得了 谁在你嫌疑最大 我怀疑什么你说啊 好了 益胜 没有证据之前 就这样怀疑别人是不对的哦 说啊 怎样不敢说了 为人 你有理也要好好讲清楚啊 像你现在这样带来情绪说话 只会模糊焦点而已 好了你们两个 老师会和学务处处 还有宿舍阿姨想一下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在真相大白之前 你们两个先停止冲突 跟怀疑 知不知道 嗯 嗯 没关系 这一泡泡九点会更有味道哦 哦 是谁把厨余还有茶渣倒在这里的啊 哇 怎么这么乱这么脏啊 哇 怎么这么乱这么脏啊 老师 经过昨天在夜人家泡茶之后 我怀疑明昊可能是造成宿舍脏乱的嫌疑犯耶 不要用嫌疑犯三个字来形容同学好不好 好啦 老师你知道意思就好 而且这件事情也很清楚 燕林可以作证啊 哦 老师 就算明昊看起来有些不好的话奇怪 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哎哎哎 你不是说昨天我们离开你家之后 你妈不是还特地去清水桶去捞茶叶 还扫地吗 这不是都是明昊造成的吗 我 老师 我们不可以姑息养奸 否则我们宿舍以后可能会发生人暑大战 你先不要那么紧张 没有这么严重啦 老师答应你会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先不要急 你说的 你会处理哦 怎么样 你们决定要泡什么茶了吗 呃 我们要泡那个白蚝乳 老师刚才看了一下各组准备的茶叶种类 除了有两组一样的 其他都没有重复 其实这样也蛮不错的啊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不同茶叶的口感 还有味道 老师 是哪两组一样啊 要不要叫他们换一下 不要重复就好啦 你会不会管太多啊 哎呦 我建议都不行哦 你就是管太多啦 好啦好啦 呃 第四组还有第二组 你们都选白蚝乳了哦 想换吗 不要啦 我练了好几次才抓到一点点诀窍 换成其他的茶叶要重学很麻烦耶 嗯 呃 名号是第二组的 那其他第二组同学的意见呢 老师 可不可以不要换 我们好不容易才用手而已 还要重学很麻烦耶 对啊 对啊 老师真的不要换啦 嗯 嗯 嗯 那第四组呢 换不换 老师 我们也不要换 好 那另外老师呢 想跟大家谈一下 最近宿舍环境整洁遭到破坏的事情 最近我们的宿舍呢 因为有缺乏功德性的同学而遭到破坏 甚至于还出现了蟑螂老鼠跟蚂蚁 虽然我们学校是开放式的学员 又在郊区 自然生态是比较丰富 但是也不允许蟑螂老鼠来破坏我们的环境卫生 老师相信 这些行为绝对不是出自于故意 可能是有些同学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或者只是一个随手的举动 而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老师希望 有这些行为的同学呢 能够自我反省 要尊重他人的权益 不要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好 好 好 明昊 老师 等一下有时间吗 老师想要请你陪老师去买些东西 嗯 老师 买什么 之前呢 锦绣在宿舍里面被老鼠吓到了 所以老师想要去买几个捕鼠器 放在宿舍里面 哦 不过这个捕鼠器呢 只能装老鼠 却不能阻止老鼠跑来 最根本的方式啊 还是要维持环境的干净跟整洁 老鼠找不到食物 自然就不会再跑来啦 这还得要靠同学的好习惯 跟功德心呢 老师 你很讨厌没功德心的人吗 嗯 难道你喜欢啊 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 你会很讨厌他吗 嗯 如果这个人是无心犯下的错 那我就会选择原谅 如果他愿意改过 就更应该要给他一次机会啊 你说对不对 嗯 走吧 那现在就请大家拿出自己选择的茶叶 然后用心的泡出好茶 跟其他同学一起分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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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呦 这家伙有偷练哦 没想到啊 她还有两下子啊 没有啦 晏林教得好 没有啦 是明浩自己很用心很认真 谢谢 各位同学 很高兴透过今天的茶会 大家可以有机会品尝到不同的好茶 大部分的同学呢 都非常的用心 但是也有少数的同学 努力练习的不够哦 希望大家呢 能够利用机会 多多的去了解茶 还有品味茶的美好 现在 有没有同学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茶会的感想呢 林浩 你对这次的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老师觉得你泡出来的茶很让人惊艳哦 老师 其实我是抱着道歉的心情来泡茶的 各位同学 请接受我的告诫 之前塑测那些使人困扰的事情 其实是我造成的 啊 你就是那没有公德心的人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也许是之前在家里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爸妈纠正我 我还是会赖皮 让他们去收拾善后 自己也没去面对 也没被处罚 所以就渐渐不当一回事了 出了数以后 我一时也没想到自己的行为 会影响到别人 直到出了事 引起公愤 又怕被大家讨厌 所以我就不敢承认 你不承认 耗我一生一鬼 还乱找人背黑锅 哦 你总算承认了 冤枉我了吧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干什么大声啊 这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 大声 公开 向你道歉 好 好 收到 收到 卫人 我也要向你说对不起 害你背黑锅 背了就背了 算了啦 怎么能算了呢 这样大家以后做错事 只要道歉就好了 除了道歉 我也想好了弥补的方法 看看大家能愿不愿意接受 嗯 说说看吧 我愿意当一个礼拜的宿舍指示神 负责心意好环境 不错嘛 你当一个礼拜的指示神 我们就玩一个礼拜轮值 一个礼拜很久吗 你也太好说话了吧 是哦 一个礼拜不够意思啦 那 那到底要多少 要嘛就一个月 这么爽快 早知道是做一个学习了 明昊愿意勇敢认错 并且改过 相信同学们 大家都可以原谅他了吧 我们大家就原谅明昊吧 好 谢谢大家 锦绣对不起 害你被老鼠吓到 没关系啊 以后别再发生就好了 好啦 希望大家要记住 千万不要轻忽自己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 因为那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整体环境 甚至于呢 会破坏我们原本就拥有的好山好水哦 老师放心 我们不会 嗯 影片中 同学缺乏功德性的行为 对周遭的人 事 地 物 带来什么影响 老师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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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 常看到什么缺乏功德性的行为 请举例说明 这些行为又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 老师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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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别人没有功德性的行为 你是否曾经指使过呢 叔叔看你的说法吧 老师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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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的同学有哪些有功德性的行为 值得我们学习呢 我们该怎么支持他 老师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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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段影片 未来你可以做哪些有功德性的事情 让生活做到变得更好的 老师 真是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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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